耶利米书第一章第七节 你又说对我说 你不如说我是年幼的 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 你都要去 我吩咐你说什么话 你都要说 所以现在你就明白 信仰的历程当中 不是人跌倒你就跌倒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根本从未开始过 你一定要在信仰上面 首先立找你的脚步 你肯定了你自己是什么为人 然后你自己去经历 然后每一次的恩典 你都要记住 因为走下一次的时候 神不是挑战你 有没有更小的信心 不是 他挑战你有没有更大的信心 所以你想想 这六年里面已经预备好了 教会筹备好了 简直如果对比我自己突破的恩赐当中 你们在整间教会当中 在这几次的大旅行 九牛一无付出 还有人有本事跌倒那些 真是人中之渣 渣中之在 我这个口头是 其实不是我自己创办出来的 想出来 因为每一次我想起这件事的时候 我从神那边就听见 神这样看这些人 就是人中之渣 渣中之在 这些人在石安这样的带领下 经历世上可以说 前无古人 亦将会后无来者的大复兴 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这么安疏的情况下 他在经历一步一步进入人类历史当中 最大的復兴 最伟大的信息当中 他们也有本事 理直气壮去跌倒的 那些人你真是瘋了 你一看都严正骚髒了你的眼睛 就是有些这么差的人 就是世界上 还要在这么好的教导下 你记住 我自己去历练 和经历很多这些真理和突破 是没可以这样教我的 就是当我自己还是一个人的时候 在加拿大的时候 又或者是孤单的时候 开始教会的时候 就是自己一个人这样去历练 自己一个人去这样想通 而在过程当中 从来未有一次的消极 或者得罪神 但我都说了 其实我经历的磨练和碰钉 是绝对多过这几年当中 我所带领你们所行的 但是那些碰钉是神的美丽误会 到最后你会发现 每一个都有意思 每一点都有神的智慧 明白吗 但你要记住 当你经历这些的时候 你要深深地被这些震撼 记得 因为为什么 因为下一次再有遇到这些冲击的时候 你第一个反应又是唇宵极 直到别人想起来才可以正常 这就很惨 从来都没进步过 那你的信仰怎么能够 弱进到一个潜无古人的领域呢 甚至又跟上神比石安的带领呢 所以我称当年 神给我的这种祝福 我称为一种立体的赚取祝福的方法 而事实上我觉得 也在这一点当中 尝试跟大家认真地去研究 但当然 当我不说出来 你可能一世都没有经历过 一世都没有 入观裁之前都不会经历 我现在说过的这些事情 但反过来就是 我说了出来 你会经历到 但其实我想你知道 在你的信仰有生之年 所有这些所谓利害关系 不要等你知道才去做 等你知道才去做 才懂得珍惜 才懂得用一个好态度去做的话 那你的掌赏就少了 但问题当然 现在普世人 基本上我觉得 绝对是随时是100个占100个 如果不说现在我这些分享 他们是不会做得回 或者经历我有个祝福的 如果有的话 那我们应该会见到很多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 在我说过自己的自传的时候 这一点我觉得 会跟大家尝试 首先就是由当年 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经历 去分析这种 我称为立体的 3D的 经历神的掌赏方式 不是一加一的 在别人的一小时当中 你可能得到一元 但我是有办法 在一个小时当中 在信心货币里面 得到一亿的分别 那种在几何级数上的 那种祝福 是我现在如果去数算 去计算 绝对是真的 为什么呢 你们在这几年都亲自跟着我 去听这套讯息 经历这套讯息 甚至一起彩排旅行 到现在你们大家回顾 过去这六年 那种金田 当然 以我说的 是没有跌倒 是这么多年 没有跌倒的 那种金田 你现在再想起 09年12月13日 开始说的第一篇 已经是总到 加零一 那种震撼方法 就是 你会看到 不是一直线地去数算 而是你每一次 再走前多一步 再经历多一年的时候 你回顾 原来是有这么全面的祝福 有这么伟大的使命 和托惠等着我们 是吧 当时当然是绝对未知 是吧 当年在那个时候 我们根本都未理解 那么多真理 也未理解自己的身份 但是经过这么多年之后 现在再回顾当年 那究竟 在当年 有没有浪费过 你一个礼拜 有没有浪费过 你一次的旅行 大彩牌 或者走懒呢 是不是 我就是在说这种 就是说 是一种立体 是一种是3D 是一种是相互相成的 一个掌赏和祝福 是我过去信仰上经历的 就是换句话说 当时你看的一次的 好像不中 或者不得的事件里面 其实你回顾那次的不得 那种美丽的误会 是祝福大到 只不过是想象不到的 在我们理解的话 我们以为 我们这样做 应该只得到一元的天国货币 咦 为什么我们还没有得到 这一元的天国货币 但是经过很多年之后 原来当日所做的 你是得到一亿的天国货币 我就是说那种级数 这个也是我自己学习 无论是医治 因此运作 甚至是医治自己的病 我都分享过 我自己当学生的时候 自己为自己的病祈祷的时候 所遇到的情况 但是我觉得 我自己是没有资格去怀疑的 但是在过程当中 现在回忆回 最初期的第一次 每一次都为我赚到 几何级数 这么多的美丽误会 这么多的祝福 所以你们有机会 在过去这几年当中 跟到我几次 去跟从神 这样走 每一次我都直成是 我不知道会不会发生这件事 但我绝对知道 在我自己的责任 凭着我的信心 跟从神 按着我的宗旨 我一定要作出回应 每一次都在神的智里面 现在再看回 当时当然没有想到 我们去哪里 连月日 因为那几次 甚至是禁止了一些主日 到现在 到今天 直到现在 都是一天都没有偏差地 全世界围绕着我们这套讯息去转 是不是 所以你会看到 其实我正在说这件事 我正在说这一种 就是3D的方式 立体的方式 去经历神所给我们的祝福 而不是说 就好像一般人 按着正常的常态 按着他们自己的期待 当每一个小时 他用的信心 应该赚到一元 但现在我告诉你 就是我自己发现 是有一条路 是立体的 如果当每一个小时 的信心的话 是赚一亿的 那个级数 是那种级数 而这种级数 是让你经历 前无古人那种的震撼 但相对于你也会经历一些 极之尴尬 极之无奈 所谓对于一些人来说 是极之有理由去不信 那些的情景 但是那个情景当中 究竟你 有没有配备好一个 那么顺全的赤心 去行传这条路呢 记住就是说 其实在神眼中 每一个怀疑不信 你不是怀疑不信 这本圣经 是怀疑不信 神的受高的仆人 明明他口的 说的是你之神 他的带领全部是你之神 如果你怀疑的话 其实那种是一种 的骄傲形式 那种是要悔改 而并且永远的杜绝 如果不是的话 你就会亲自 为你自己的祝福 去杜绝了 他不是杜绝了所有的祝福 他杜绝了我所说的 这种立体的祝福 即是说你仍然可能 到你有信心的时候 你仍然是每个钟 赚了一元的天国货币 但你有生之年 你都不用知道 是可以每个钟 赚到一亿的天国货币 这种合数 而你米书第一章第七节 尤亚对我说 你不要说 我是年幼的 因为我插献你到谁 那你去你都要去 我反复你说什么 你都要说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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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